I must say that we must apologize that we only practice our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so we will not encounter in English, so we are sorry about that OK OK 我就先交給我那個林玉森來講前半部這樣子 OK這個麥克風沒問題 那大家好,我是講者第二位的林玉森 那今天就是我在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是比較關於就是驗證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VariLog裡面在design一個硬體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的去驗證我們的硬體 那我們是使用了VariLator跟System C 然後還有C++17去做混合驗證 那大家可能就會想說 這三個東西為什麼要把它加在一起混合著一起使用呢 那我們當然就是希望就是這三個東西加在一起 可以達到就是可以做unitest 就是我們可以比較好做unitest 跟hardware partition這樣的功能 對好我按好了 好那就是這是license 那是BYSANC的 那大家看看就好 好 那今天的outline分成以下這些topics 第一個呢就是說 我們大家在做open source的VariLog驗證的時候 應該都是用VariLator這個tool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tool 那它也可以模擬SystemVariLog 那VariLator它的功能我想在場應該大家都還蠻清楚的 就是它把SystemVariLog compile成C++的一個class 把你的module compile成class來使用 那第一個問題就出在了就是它的interface IO的interface還是把它每一條信號線都拉給你看 那你想在C++寫testbench的時候去控制這些信號線 你還是會覺得洛力巴說的就是蠻蠻 它是一個 tedious的工作 那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你在SystemVariLog裡面呢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就是像synopsys它都會推薦你說 那你可以用struck跟array這樣的高階層式結構來 簡化你的SystemVariLog的語法跟code的數量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struck跟array這樣的資訊量呢 我們也要帶到C++來去重現 這樣你才有可能做更容易的驗證 就你不會希望在C++你是一個struck 那在VariLog裡面你又是另外一個struck或者是array 你希望兩邊有一個共通的高階的資訊可以幫助你去做驗證 好 那講完了這兩個之後呢 就是後半部的話等一下會交給就是另外一位就是佑大利來講 那我們會拿就是rsa256這個東西來當一個例子 那說我們怎麼用SystemC的5-4 那配合上剛剛說的這些array還有structure這些C++語法 那去做兩個就是做一個rsa256一個很簡單的module驗證 它是一個example 那來把上面這些事情總結在一起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variate 那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應該也不會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疑惑就是了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SystemVariLog的simulation tool 對 那它的速度相當的快 甚至可以跟commercial tool來做比較 那加入了多核心的資源之後呢 甚至是在commercial tool的數倍的速度下面 那對SystemVariLog的support 我個人測試起來還蠻優秀的 那如果你想做驗證的時候 因為它的free license的特性 你可以在一個就是超級多核心的CPU上面 做這種超快速的驗證 就是你如果CPU買到什麼256核心 那你一按下去 然後你的test就是可以跑256個在一秒內 就是在同一個時間內可以跑非常非常誇張數量的測試 那因為它不用license 那如果說你的驗證是要跑CI的話 那它是非常的優秀的 就是這個tool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variate怎麼work呢 那這個就是假設我有一個verilog的module 那我透過variate以後呢 我會把它的module的io 就是轉成就是C++ class 那它是盡量以1比1的方式去保留 例如說idata8個bit 它就會轉成一個onsign8 那如果說有像這種13個bit的data呢 它就會轉成兩個onsign16 因為它有兩個 就是它的arrays2 好 那接著呢 就是有這些io以後 就是這個class有這些io之後 那我會把它 就是我就可以使用這個class去做模擬 那我會在C++裡面寫我的testbench 然後去控制它的 例如說input data 對 那就是 像m.idata等於45 就是我把它的這個port的值 寫成45 然後我在output的端沒有看到ok的話 那我就一直跑wire loop去等這個simulation結束 那最後我去看說 output data是不是某個指 例如說30好了 像第四行這個樣子 好 那這兩個東西呢 都準備好之後 只要拿一般的就是任何的gcc toolkit 就是標準的toolkit compile成一個指行檔就可以了 那這步驟應該就跟commercial tool 尤其是VCS這種tool是幾乎一樣的了 好 那剛剛有提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在systemverilog裡面 就是像synapses 他們在snag的會議裡面 他們就直接說 請你用struck跟array 來簡化你的verilog的coding 所以就連最大家的synapses都這樣說了 就代表其實我們應該用synapses 就是struck跟array去簡化我們的IO 那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就是所以他就可以解釋 就是他就可以簡化我們 在IO這邊要control太多signal的問題 那這是第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第二個可能潛在問題是說 我在這邊我有13個bit的整數 那在C++裡面 因為整數一定是8bit堆齊的 所以你剩下的資料結構會只剩8bit 跟16bit、sensorbit 甚至64bit這種整數 那我不希望我在做這個轉換的時候呢 資訊是有所遺失的 就我不希望我在verilog C++裡面 我不小心用了32bit整數 然後我在verilog裡 其實我只要19bit 那一寫出來 然後C++哪一天突然overflow了 然後你很晚很晚才發現 這個是我 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這是兩個大挑戰 第一個就是structure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bit width 就是我不希望在C++跟verilog 互轉的時候 資訊量有所遺失 好 那關於第一個structure這個問題呢 structure問題其實在verilog裡面 就是至少在我上次看到的時候 v5.00應該是這幾個月的版本 v5.000版的verilog 它其實已經支援某種程度的structure了 也就是說 我本來verilog可能是拉三條線的 那我可以把三條線簡化成一個structure 那這個語法就是verilog的structure語法 那跟C++還蠻像的 就是把它包成一個structure 然後用type define就好了 那我的input就可以變成說 就是像這樣子 input然後這個structure名字 然後名就是variable name 那跟C++基本上一樣就對了 那然而在variator至少在現在的版本裡面呢 它產生出來C++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產生出來的structure一定是一條超級寬的整數 那跟這個structure一樣寬 那像是這邊好了 這邊它是8個bit加14個bit 然後再加1個bit 那所以它可以fit在一個32bit整數下面 那對variator來說 它就直接在現在版本裡面 它就直接產出一個32bit的整數 也就是U32DataType放在這邊給你看 那如果說之後的版本 因為我看到最近 他們還蠻常在修類似的issue的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在未來 比較不會是那麼大的問題 那至少以目前的variator來說的話 你要寫structure它就會變成一個超級寬的整數 好 那這邊呢我們就是來提出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解法來緩解這個問題呢 就是剛剛說的就是structure的資訊消失了 bit的資訊也消失了 那我們不希望在做C++模擬 跟Vlog模擬的時候 有一個這麼寬的gap 就是明明這邊沒有structure 然後這邊都是U32這樣的資料結構 結果另外一邊完全不是 就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mismatch存在 對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那我們有沒有希望說 欸我們透過C++ 從C++因為它是高階城市語言 它相對Vlog是高階城市語言 就是我們有沒有希望從C++這邊 來得到一些解法來緩解這個問題呢 那這就是我們會遇到的挑戰 就是bit with跟structure information 好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那其實一個問題就是不管怎麼樣就是抽象化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解決問題的方式 就是你如果沒有做抽象化 那其實你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那在Vlog就是在VariLator 把Vlog轉成C++這件事情上 其實沒有一個太明確的標準 也就是說你中間沒有一個中介層去幫大家擋著說 如果你要表示5bit整數的時候 請你就這樣表示 就是如果有一個中介層存在 那我們幫大家做好全部的轉換 那大家全部用這個中介層去做驗證 那這樣的話呢會不會說 欸那就可以解決掉這些問題呢 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demo project裡面想解決掉的問題 那也就是透過抽象化來解決 這樣information loss的問題 好 那我們怎麼做到呢 我們其實就是實作了在C++裡面 去實作了三個datatype 就是三個datastructure 那來對應到就是systemverilog裡面的 任何可能出現的 就是已知現在標準裡面 就是它會出現的datatype 那就是像這樣 就是如果我在verilog裡面看到一個11bit的整數 那我就把它寫成一個就是uint的 那如果我看到一個就是logic 就是這個是一個unpack array 就是我看到一個multidimensional的verilog array 那我就把它寫成另外一個就是 在C++裡面我就寫成另外一個template based這樣的資料結構 就是11bit然後乘以3乘以4 的datastructure 那它跟standard array是很相的 那再來是C++裡面 其實最麻煩的就是在C++裡面去實作 然後verilog裡面的structure 因為在verilog裡面它的structure 是可以 bit數其實是非常多樣化的 而且它還甚至支援像pack的unpack 那甚至可以在compile type的時候 計算這個structure有幾個bit 這都是被定義在標準裡面的 那其實我們也就是我們就實作了第三個東西 就是verilog的structure 那在C++裡面去實作 那你可以在compile type的時候 直接叫gcc去幫你刷說 這個structure在verilog裡面應該是幾個bit 所以我們用了這三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一套在verilog裡面 跟C++裡面都可以來表示 就是verilog data type的標準了 所以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他斷線了 他斷線了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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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們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做的就是Multi-Bit的Integer 那我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呢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System C不是已經有一個一樣的東西了嘛 我們幹嘛要這麼大飛舟章呢 那第一個是System C 它是System C有Multi-Bit的Integer 它是Virtual的 那它是Virtual的話就代表我們 如果要對它做一些比較快速的操作 像Memory Copy直接把Data寫出去 這就做不到了 那再來是它在Link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它明明是一個整數運算的Library 它就是Depends on System C 那所以你Link的時候要-L System C 它才會Compile 那它也不支援超過64bit的版本 就是你會 你在64bit之後會用BigUint來做 好 那我們做的版本呢 我們做非常跟Vlog同等級的型別檢查 就是你直接把一個11bit整數 跟10bit整數直接去做等於等於 就是GCC會直接2Compile Error 因為我沒有Overload這個Operator 那這個東西它跟就是大家平常常用的 就是Commercial Inter其實規則幾乎是一樣的 那我們也做了這個比較優秀的功能 就是像說我們把4bit 99bit 2bit的Integer 全部用一個FunctionConcade起來 那用C++11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直接叫GCC幫我們算說 這個就是105個bit的整數 所以這個Type System大量的運用了就是C++的標準 那來幫助我們去模擬Vlog Type System 那Array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C++裡面本來就有Standard Array了 那它是多維度的版本 那它是模擬就是Vector裡面 它的Array的 就是Vlog裡面的 就是Unpacked Array的型別 那這邊因為它在跟Standard Array差不多 所以就跳過去不講了 那Struck這邊是比較有趣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Vlog裡面 就是我們會寫說 就是有一個3bit的整數跟10bit的整數 那我們可能會寫說 有另外一個Struck 它是一個10bit整數再加上兩個Struck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這樣的資料結構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再用到C++的標準裡面去 讓我們說 我直接叫GCC幫我算說 上面這個資料結構是13bit 下面這個資料結構是36bit 我們能不能用一個方式叫GCC 就是直接幫我們算 那我們就不用再做任何洛力巴所運算了 那我們就可以寫出這樣的程式嘛 就是我要寫36bit的整數 那其實我直接寫一個就是Template-based的Function 那我們就可以去定義出36bit的整數了 好 那其實我們這邊呢 我們也沒做什麼神奇的事 就是我們寫一個小小的MainCore 這個小小的MainCore呢 你可以把就是像Signal 然後跟C就是這樣 兩個Struck的MainCore呢 分別把它綁上一個就是 index 像這個是index0 這個是index1 就是我們有一個特殊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技巧 就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有了這件事情以後 你可以做到什麼事 像我要算它的這個Struck 叫GCC去算就是CompilerType的bit數的時候呢 其實我只要寫一個這樣的函數 就是CompilerType的時候 所以我只要寫一個函數 那我直接說我從1數到N 就是因為我有定義N等於2 那我從1數到N 然後B去加說這個東西它的bit數 那returnB 那我就可以說 我完全不用任何額外的code 那我就能計算說 這個Struck是應該有36個bit 這個Struck應該有幾bit 那pack的一樣 那這邊有點模擬Python的語法 那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寫 就是其實我們用剛剛做到Concate的功能 然後把裡面的所有的Struck的Member 全部這樣一排的排在一起 然後recursive去call所有的pack function 那我就能做到就是VariLog的前號bit 跟前號pack的函數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C++裡面做到就是 跟VariLog幾乎是1比1的互換性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C++ 假設我們的VariLog 我們想做的是左邊這件事情 右邊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VariLog轉回C++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有一個 1對1的互強轉換的關係 就是它幾乎是one-on-one的媒品 然後像是Parameter換成ConstantExpiration 然後像TypeDeFi 因為兩邊本來就有這樣的語法 所以就直接可以互換 那Struck這個東西呢 它也變成一個完全可以互換的資料 就是C++code 甚至這個東西應該隨便寫一個converter 就能在兩個code裡面互轉 那只會多這個 就是你的每個Struck 就要多一行MayCore 就是我們提供的MayCore 那去幫你把就是VariLog的Struck 變成相容於C++Struck的功能 好 那就是接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請夜版來講說 那怎麼 我們怎麼使用這個東西 這樣 好 那 就是謝謝那個 那個育生的記者說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 我們現在有VariLog 那我們剛剛C++這個Model 已經有這個datatype了 那但是現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是 VariLog呢 它可以有任何 就是你可以隨便寫 你想要它有幾個pin都有幾個pin 那變成說 你只要寫一套VariLog 你就會需要寫一套 對應這個VariLog的C++的testbench 那這變成一個問題 因為變成說 你沒辦法專心再寫於測試這件事情 你會必須針對每一個VariLog Module 有一個自己的始作 那我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呢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能要先介紹 就是在硬體上面 會一般會用的這個VariReady的Protocol 那一般就是在那個ARM的AXI 跟Intel Avalon的 就是現在幾乎是硬體上的一個標準 那它其實是一個兩線式 就是你會有一個前端跟後端 就是一般叫Sender跟Receiver 然後會有一個VariLog跟Ready 就是兩邊就靠這兩條線溝通 那這邊右邊是一個模擬的時序 那比如說 第0個cycle 就是現在這一段 那它會 等一下我把這個 好不用 那這一段的時候 這個VariLog沒有拉起來 就表示前端沒有跟後端說 我沒有東西要給你 那如果前一集跟後一集說 我VariLog拉起來 就表示說我這邊有Data 我Data是好的 你如果要拿的話可以拿 那同時後面這一集 可以透過Ready跟前面說 我現在有沒有準備要拿 那在這個cycle的時候 這個Ready還沒拉起來 表示資料沒有過去 那到了第三個cycle 那個Receiver終於說 我Ready好了 那這個時候就會達成一個Handshape 就是兩邊就會說 OK 你的VariLog是True 那我Ready也是True 你前面有東西 我後面可以收 那Data就會傳到後一集去 那我們可以看一些 就是簡單的例子 就是比如說 你這邊VariLog拉起來 表示說 現在這裡info有一個Data 要準備拿 那 其實這個規範就是說 你當你Sender有資料 那你不能沒事就把這個資料換掉 因為後一集還沒把資料拿走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VariLog是High的時候 你這個Data不能亂換 那另外一個也是類似的 就是 當你Sender 你把這個VariLog拉起來 那Receiver還沒拿走它 你不能把這個VariLog拉起來 就是 就是不能像詐騙人 就是我出來 我手伸出來跟你握手 然後你手還沒伸出來的時候 我突然就把你手抽掉 這樣子 就是不能騙人 那反過來呢 是後一集的Receiver 就假設你VariLog的 這邊沒有拉 那你Receiver這邊 你的Ready是可以在隨意的跳動 就是看我現在的狀況 決定說我能不能接收你的資料 這樣子 那有了這個可以做什麼 就是說我們就 透過這個 我們 強制限制我們所有的interface 都透過這個protocol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protocol 用一個SC Sysense裡面的SC-54來取代 那當比如說 SC-54是Fool的時候 就表示 相當於在VariLog的VariLog是True 那Ready是0 那SC-54是empty 相當於反過來的狀況 那我們就可以 在實作Sysense-C model的時候 就用這個 右邊這個方法來實作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就是說 更限制一點我們就是 甚至把我們的module 限制在一個input 一個output 那我們就可以 像這裡就有一個module 那我們就透過這個SC-54 來當我們的interface 那我們就會限制說 它這是一個in一個out 那剛剛有提過的就是 我們就利用struct 或是alias的方式 把這個data 就是你可以定義各種複雜的 就是多複雜的data都沒關係 當然就把它 透過一個SC-54來傳送 然後 這個Sysense-C的module 就會去實作 這個module應該有的行為 你在Sysense-C這邊 做好你的運算這樣子 那Sysense-C做完Fully Test之後 你就可以再把這個Sysense-C的module 再translate到VariLog 那同時就是在做Sysense-C model的時候 要記得就是 keep這個module simple 不然那個寫VariLog的人 就會跟你翻臉 其實就是我了 然後 像這樣就是Sysense-C寫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翻譯成VariLog 那你一個FIFO的data 就會是一個Valid Ready跟它的對應的data 在做控制 那 就等於說你可以直接轉換 然後下面就可以開始實作 你的VariLog的implementation 那 我們的 裡面的實作 我們會把那個 我們的DUT 就是我們現在想要測試的module 那我們會把這個整個DUT 就是它有一個VariReady 跟一個OVariReady 那我們把這個DUT 塞進我們的TestBench 那TestBench 會generate這個clock的signal 去drive這個DUT 然後DUT 它呢 前面接的這個driver跟Monitor 就會分別去為DUT TestData 跟把這個TestData 拿出來之後 去檢驗它的正確性 那 這裡是一些歸納的那個測試的方法 就是 第一個是你在測試你的DUT的時候 至少放兩組的INPUT跟OUTPUT 那越多越好 但是絕對不要一組 因為 如果是一組的話 你就沒辦法驗證到說 第一組測試測完之後 你的module是不是狀態 其實沒有reset到 可以接收第二組測試的狀態 因為 假設你第一組進來 然後答案對了 然後你的module沒有reset 然後你第二組測試進去的時候 其實你的module根本就不會吃資料 那這個測試就不會過 但如果你只測一組測試 就是測不到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Random 就是INPUT OUTPUT是可以有Random的Behaviour 就是最 最基本的當然就是 我們都會建議說 你先用Deterministic的方式測試 那看你的邏輯對不對 但再來就是要看Random 因為Random就會測到一些狀況 比如說你的Output 故意說 我等個100個cycle再跟你收資料 結果你那個 你做的module沒有測好 在裡面就開始亂跑這樣子 那等到100個cycle之後 你資料已經消失 那你測試就會不過 那這個就是我們做的module的那個連結 那為什麼是RSA 那是因為我們大學的時候做了一個module 然後就是那時候的作業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於是現在把它重寫 那整個整體架構就是這樣四個module 然後有就是INPUT跟OUTPUT 那我們就是用C的跟Python script的 來眷出我們的Golden的TestData 那每一個module如果你去看這個project 都是System C對Vlog 都是1on1的mapping這樣子 對 那我們這邊不會去講ICA256的細節 就是讓大家失望這樣子 那結論的話就是 第一個是 System C 它 我們會用它來模擬 但是它裡面的Data Type 實在是沒辦法在 模擬Vlog的時候做很好的支援 所以我們就是 CREATE出VINT、VIR、REG跟VSTRUCT 讓我們可以就是更好的做這個System C的model 那這些Data Type 都可以直接MAP到System Vlog的implementation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實作了這個RSA256的module 那用Variator的方式來驗證 那每個interface都是抽象化的 然後就是使用者只要準備好 那個每個module的input跟output 那測試就可以直接就是非常輕鬆的寫好 那有一些未來的work 就是其實我們對System C也覺得很 就是很 就是我們有在考慮說 要把System C整個換掉 因為它的那個dependency實在太重了 就是 然後其實SC-540也有知它自己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就是 比如說有些interface可能很常用 像比如說AXI 那我們是不是 Testbench可以對這個東西做自動的支援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有點太遠大 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去 去tap out我們這個RSA256的chip 但這個就 在 在外面那邊 真的 在外面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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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沒關係那 就是以上就是我們簡報 就是看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 那你們的input output是限制 要是有valid-rated的handshake的才可以 用這個方式去測試嗎 如果是比如說一些像peripheral的東西的話 是不是就不能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測試 就是要寫新的library 就是寫新的 對啊 其實就是valid-rated它好測 因為它跟sysnc 5.4大致上相容度還不錯 那如果像是i2c mipi這種洛力巴塑的東西 那vga 對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create新的class 才有辦法去做這個東西 對 那internal來說就是 我們比較focus在module level驗證 那如果要做sysnc level驗證的話 可以看上一場的 對 對 這個module level驗證我覺得是 就是你不會選擇沒事在module裡面去做vga protocol module裡面去做vga protocol 對 那sysnc level的話 也不一定真的要這樣驗了這樣 謝謝大家